我国东北部与蒙古国的交界处有一处湖泊 曾经是我国的内湖 但经过多轮谈判 最后我国只获得其7%的面积 该湖泊的名为贝尔湖 并非我们熟知的贝加尔湖 这里是知识TNT 贝尔湖古称补月海 与呼伦湖为姊妹湖 贝尔湖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西南部边缘 与蒙古国接壤 是中蒙边界的第一大湖 该湖大致为椭圆形 南北长约40公里 东西宽20公里 总面积约608平方公里 水深约为9米 最深处可达50米 蓄水量高达55亿立方米 贝尔湖属于吞土湖 通过乌尔逊河连接着我国的呼伦湖 由于贝尔湖是吞土湖 水质清澈见底 水资源异常丰富 盛产鲤鱼 白鱼 鲜鱼等淡水鱼类 并且大多鲜嫩肥美 品质优良 由于贝尔湖是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的吞土湖 又连接着我国的呼伦湖 故而湖周围土壤肥沃 水草茂盛盛 是天然的优良牧场 正是由于这得天独厚的环境 贝尔湖自古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牧场和发源地之夜 公元12世纪 蒙古人在贝尔湖附近的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草原崛起 此后历朝历代 贝尔湖一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牧场和核心区域 明朝初年 著名军事将领蓝玉 率军征讨蒙元残余势力 并在贝尔湖附近大败蒙元主力 经此一战 明朝基本消除了蒙元残余势力对明朝的威胁 清朝时 随着蒙古国隶属乌里亚苏台将军 贝尔湖已经是事实上的内陆湖 第二次世界大战 苏联与日本曾在贝尔湖附近的诺门坎 进行了著名的诺门坎战役 就是这样一个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 却成为了中蒙共有的湖泊 而我国仅占其面积的7%不到 这又是何原因 曾为我国内湖的贝尔湖是怎么失去的 为何只剩7%归中国所有 贝尔湖的失去与蒙古国的独立分不开 清朝末年 沙俄趁火打劫 侵吞了我国东北外星安岭和我国西北地区 超过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随后又将目光升向外蒙古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911年 外蒙古的封建上层 受到沙皇俄国的支持 宣布了独立 当时的北洋政府介入干预 但由于实力的制约 仅在1915年与俄国签署了中俄蒙协约 这使得外蒙古事实上成为了 俄国势力范围下的自治地区 独立的倾向逐渐加强 1921年11月25日 蒙古人民党建立了君主立宪蒙古 随后于1924年11月26日 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并宣布完全独立 然而 北洋政府并未承认这一独立声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苏联以不出兵中国东北 消灭日军等一系列条件作为威胁 胁迫中华民国承认外蒙古独立 1945年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过 老实告诉你 我之所以要外蒙古 完全是站在军事战略观点 而要这块地方的 唐使有一个军事力量 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 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 俄国就完了 在随后的谈判中 蒋经国称 外蒙古独立国民是不会同意的 而斯大林则表示 你本国没有力量打败日本 说这些话就是废话 可见若国无外交 随即 外蒙古又在苏联的监视下 进行公开投票 最终以超过九成的得票率 彻底独立 随着外蒙古的独立 和蒙古国的诞生 贝尔湖这个原本我国的内陆湖 一夜之间变成了中蒙边境的最大淡水湖 归属地也出现了争议 经过多轮谈判 最终在1962年 中蒙两国在北京签订了中蒙边境条约 两国边界正式确立 蒙古国获得贝尔湖93.4%的面积 事实上 贝尔湖的面积划分上争议并不大 因为其边界是按照外蒙古和内蒙古的边界划定的 遗憾的是蒙古国的独立 中蒙边界上的贝尔湖在古代是我国的牧场 如今却成了蒙古国著名的旅游圣地 贝尔湖纬度靠北 冬季长夏季短 每年5月份湖水才开始融化 到6-7月时是旅游旺季 贝尔湖面积广阔 有大面积的沙滩 如今这里的沙滩被改造成湖冰浴场 并且沿湖修建有大量的度假房屋 贝尔湖生态资源丰富 是候鸟的重要迁移栖息地之一 包括金雕 丹顶鹤 都在此筑巢 这也是贝尔湖主要的生态景观之一 贝尔湖在古代便被称为捕鱼二海 这里鱼业资源丰富 游客来到这里可以吃到不同种类的鱼业特产 也就是贝尔湖著名的全鱼宴 贝尔湖全鱼宴根据鱼类的种类 可分为12 14 20 24道菜一桌 最多的甚至有上百道菜 主要知名的鱼类有芙蓉荷花鲤鱼 二龙细猪鲤鱼甩子 半生虾等 由于贝尔湖是草原民族的发源地之一 所以这里最大的旅游资源便极具民族特色 包括骑马 摔跤 射箭 蒙古包聚餐等 由于贝尔湖处于中门边境 且同时兼具湖泊 草原等多种特点 故而这里是中门边境 著名的旅游景点 总之游客来到贝尔湖 既可以体验蒙古大草原的异族风情 也可以享受类似海边浴场那种逛沙滩 吃河鲜的乐趣 当然还可以享受独特的自然风光 贝尔湖无论是自然资源 还是旅游资源都十分丰富 既可以发展农牧业 也可以开发旅游业 还是天然的淡水蓄水池 如此巨大的价值 未来能否收回呢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贝尔湖的划分是外蒙古独立之一历史原因造成的 蒙古国是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 我国外交一向秉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 贝尔湖虽然极具经济价值 但主权上依然是中猛共有 在处理贝尔湖的问题上 我国一直秉承尊重事实的原则 合作共赢才是主要方向 至于收回贝尔湖 背后牵扯太多的问题 总之在主权问题上 我们毫不退让 半个多世纪前 蒙古国之所以独立 是当时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结果 想要在未来不再出现 类似贝尔湖这样的特例 归根结谍要国家自身的强大 支持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